什么表情啊 你不生气啊 我生什么气啊 我觉得是好事啊 好事 既然已经公开了 你就不能反悔了 怎么了 难道你还想做我的地下亲人 你还知不知道什么叫羞耻 我们顾家到底造了什么年 竟招上你这个扫把刑 搞得上下不得安宁 你先出去 我也懒得再质问你什么了 绯闻搞得这么大 应急方案什么时候出来 你让公关部想个办法去弱化一下 是找几家媒体 找律师 该起诉的起诉 不用起诉 什么 我说不用弱化也不用起诉 既然是事实 没有理由去告她吗 你是说 这些写的都是事实 你真的跟那个狐狸精在谈恋爱 立岩说是我女朋友 请人不要一口一个狐狸精 你 你居然为了她 你是不是疯了 我没疯 现在这个时候我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 你清醒 我看你就是疯子 那个女人到底给你下了什么枪头 我当初是怎么叮嘱你的 你的婚姻一定要门当户对 要给盛红给顾家带来最大利益 这一点你是心知肚明的 不要告诉我你现在说不同意 那个李燕淑 她就是在利用你 利用圣狐的名气彰显自己 董事长 我已经改变主意了 我不想自己的婚姻和圣狐的利益 再捆绑在一起 圣狐也不需要我这样的方式来维护 不行 你现在马上发表声明 跟那个狐狸精说清楚 不管花多少钱 你们都不能在一起 对不起 我做不到 你 我已经爱上燕淑 我要和她结婚 你还知道您自己在说什么吗 气死我了 其实我早就爱上燕淑了 从今天这一刻 我更明确我自己的心意 这个狐狸精 都得给你们吃了什么迷魂药 搞得你们一个个鬼迷心跳 董事长 那有事吗 十分钟后我还有个会 好 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去做 这个总裁你就别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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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盛宏集团的周年庆典活动 书部的计划和安排就是这样 这件事交给公关部负责 行政部从方协助 董事长 请请 这份文件下发之前 为什么没先让我看一眼 我不认同这个活动主题 企划部再重新做两个方案 直接上交给我 明白了吗 最近一段 公司的发展 显然是遇上了瓶颈期 商场如战场 不进则退 所以呢 我们盛宏已经到了 必须要力求突破的时候 好 我想借这次周年庆典之际 我要将盛宏的高层 做一次较大的人事变动 具体情况 下一次的董事会进行讨论 散会 对 程泽 你等一下 我已经无法再容忍 李燕淑和盛宏牵扯在一起 我给你三天时间 你是选择李燕淑 还是选择盛宏 你自己看着办 好 不用三天时间 我现在就可以给您答案了 我想您已经知道 我会选择什么 你听说上午会议室的事了吗 当然听说了 你们觉得这个高层人事变动 指的是谁啊 你们的高层 你是不是傻呀 高层变动 由董事长亲自宣布的 还能有谁呀 当然是顶层喽 天呐 不会是真的吧 我看多半是真的 那怎么办 难道要坏人吗 坏谁啊 顾少 顾少虽然说长得帅 又很躺着喜欢 可是当盛宏总裁 我不是很有信心 哎呀 你真是为盛宏 操碎了心呢 我对盛宏的感情 外人真的无法理解 我记得上高一的时候 就拿着笔记本 和董事长 还有各位高层 在会议室开会学习 这十多年来 我是一步步看着盛宏 走到现在的规模 毫不夸张地说 我把我的整个青春 都献给了生活 才能深深地融在我的血液中 您好我是李严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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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上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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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在 你怎么喜欢 总是和她待在一起 她在家里面 你怎么喜欢 总是和她待在一起 这错了 嗯 嗯 嗯 你为什么喜欢总是和她待在一起 这错了 嗯 嗯 嗯 我去找她是因为我不想烦你 你宁愿烦一个外人不愿意烦我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啦 什么意思 我知道董事长毕你最决定的事 市长又去找你了 是不是有说着难听的话 我去找她是因为我不想烦你 她在我这儿是讨不到口头上便宜的 这个我相信 那你要怎么选择 你希望我怎么选择 不知道 我 我 当然是希望你选我 但是我知道 让你放弃圣红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很好纠结哦 如果你是我 你会怎么办 我并没有放弃圣红 如果真的要到了离开的那一天 你是圣红放弃了我 如果我是你呢 现在就应该握着我的手 然后亲我一口 给我个大大的拥抱 安安心心地把一切都交给我 圣红对我真的很重要 但是你是唯一 不可取代的唯一 把手给我 什么 给我 你是我的唯一 你是我不可取代的唯一 还有啊 我警告你 以后不要因为不想烦我 而去烦另外的男人 知道了 小气狗 今天之所以召开临时董事会 是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我以圣红集团董事长的身份 宣布解除顾承泽在圣红的一切职位 有顾锦云暂代其职 及时生效 最近的新闻呢 大家也都看到了 舆论猛于虎啊 圣红很快就要举办周年庆典了 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出任何差错 顾承泽呢 也需要一段时间进行调整 可是董事长 总裁休息一段时间这也没错 可是由顾绍接任这个 是啊 顾绍是不是太年轻点了 好 在座的各位 请问哪一位 不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 现在的时代和过去不一样了 我们圣红的消费年龄平均水平 也在逐年降低 现在的世界是年轻人的 我们要福老 要敢于给年轻人机会 可 可这是两回事啊 好了 顾锦云暂代总裁职务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可是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吧 散会